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精神方面的情况 在八字上要如何看待一个人 他有精神方面的一个问题 其实一般我们会从两大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日主受克 日主受克 他一般就是官杀来克日主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本身就会感受到很大的一种压力 所以他这一种是外来的一种压力 所导致的一种现象 他比较容易会是 因为压力所产生的忧郁症 躁郁症这一种的情况 第二种叫做应克食伤 应克食伤 他也会产生精神方面的一种情况 应克食伤他是慢慢慢慢变成这一种的情况 就是待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跟日主受克的所造成的不太一样 日主受克都是那种意外 然后很巨大 短暂的 例如你受到惊吓 整个人精神失常 应克食伤 倒不是这一种情况 他是在这个环境 慢慢慢慢的被影响成这样 例如每天你妈妈就一直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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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你到最后产生了一个精神崩溃的一种现象 他就是属于这一种 他们两个都会产生精神方面的一个问题 还有第三种现象 他也会产生 跟精神方面比较有相关的 就是财破印 因为应星代表的是什么 安全感 所以财破印他会比较有点像焦虑症 出个门 在那边担心家里的水有没有关 电有没有关 门有没有关 一直在烦恼 所以财破印的人通常你会发现到 他比较没有安全感 一直在那边会一直询问 所以这三种情况 其实都是会跟现在的一种精神疾病 很容易挂在一起 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工商社会 所以本身压力就会比较大 所以精神方面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假如你有这三方的这一种的情况的时候 假如你本职是日主受克的 你就是用印饼来帮你 印就是吃喝睡 然后比肩就是你的朋友 你假如是印克食伤的 我会比较建议就是用比肩 透过比肩朋友的方式来帮助你 你假如是财破印 会用关心来帮忙 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同样都是情绪方面会出问题 但是其实解决的方式不见得是一样的 你不要总认为 这个忧郁症就一定要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去处理 就一定会变好 不见得 所以像这一种的 假如你叫了爸爸去处理 结果爸爸去照顾这一个人 只是更加重他的这个不安全感而已 因为爸爸就是属财 同样的 他假如是这一种状况 你叫妈妈去照顾他 妈妈是属孕 他更加重他的这一种忧郁症的特质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八字他也是在跟你讲一件事 根据不同的事情 他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并不是全部都一样的 所以以上这三种八字的组合 都是容易产生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他们的解决方式各自是不一样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